如意明确告诉仲平妃 皇上不可能送韩湘剑离开 如意把仲平妃劝走 就直接来看望纯贵妃 如意心里很不识滋味 可是她也无能为力 只能对她好言相劝 景色故意在皇上面前挑唆 不但指责仲平妃不该胁迫皇上 还把所有的怨气都怪碎在如意身上 皇上心烦意乱 不想听她继续啰嗦 三言两语就把她打发走了 纯贵妃挣扎的爬起来 从窗户里摇望协方殿方向 想最后看一眼永章 纯贵妃伤心过度 再加上重病缠身 突然倒地身亡 纯贵妃惨死 重病妃都伤心不已 宫里宫外哭声一片 三个月以后永章也轰了 皇上心里很难受 就独自戒酒浇愁 皇上曾经派人去查了韩启的身世 他越想越不服气 不明白韩湘剑为何对韩启念念不忘 皇上借着酒劲 给韩湘剑送去韩部服装 姜太医帮韩湘剑包扎伤口 可他拒不服药 一心想追随韩启而去 皇上见状 只好性性离开 还不许任何人把此事传出去 以免引起六宫混乱 皇上对韩湘剑束手无策 只好向如意求助 让他帮忙劝韩湘剑回心转意 如意从来没有见皇上如此意乱情谜 他答应会尽力而为 皇上欲语寡欢 一直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 为韩湘剑祈福 如意硬着头皮来见韩湘剑 头皮索号 从他和韩启的感情开始说起 韩湘剑终于放下芥蒂 对如意敞开心扉 详细讲述了他和韩启 浪漫而美好的感情经历 如意肯理解他伤心难过的心情 希望韩湘剑好好活下去 不要辜负了韩启的一片痴情 以及老父亲和族人的期望 这些话全都说到韩湘剑的心坎里 他渐渐释怀 如意还亲自为他喝了参汤 韩湘剑终于肯开口吃饭了 如意心里五味杂陈 皇上得知韩湘剑已经恢复了饮食 气色也好多了 惊喜若狂 即可让李玉通知如意 午后邀请各宫嫔妃 前往宝月楼上京中美景 宝月楼是皇上特地为韩湘剑建造的 宫外还建了七福寺 和宝月楼摇摇相对 如意和众嫔妃准时来到宝月楼 看到里面金碧辉煌 全部按照韩部宫廷的审设 韩湘剑陪众嫔妃一起参观宝月楼 韩湘剑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 激动的热泪盈眶 众嫔妃心里很不服气 也只能暗地里发牢骚 皇上随后赶来 还特意穿了韩部的服饰 就是为了讨好韩湘剑 今天要求您的热泪预二优总体 你遇到20年 妞状务剑建造的 宝月楼 并且把手给我